上集说到我研发出火金属直接赚了100元 接着我准备花两个亿建造一所大型游乐园 这次叫你来是有两个工程交给你 一个是大型加斯批发市场 一个是丹茂区大型乐园 图纸都在这里 你拿回去看看 工程报价也都有 加斯批发市场是1000万 乐园就多了 初步投资两个亿 矿清学的确是有点惊讶 从跟着我混 还从来没有接过上亿的工程呢 他先把图纸收好 跟着笑道 我这边是没有问题的 工程立刻就可以开工 丹茂区大型游乐园的工程使用的土地 已经都拆迁的差不多了 这个可以先开工 工程时间大概需要半年 惠世家斯批发市场 现在还没有开始拆迁 我这边会安排人去拆迁的 到时候可以开工 你虽然接了这两个工程 但是丹茂区的孟营花园小区 还要继续建造 明白 丹茂区的孟营花园小区 二级项目的实作高层住宅 很快就可以交互使用 绝对不会影响刘总的发展计划 非常好 回头去找习总签署项目合同 拿到工程款就开工 胖清学离开后 帝都的红书秀给我打来了电话 老人家有要求给你 他让你免费地提供火金属 给军工研发公司使用 我随即皱起眉头 这位爷是真会给我出难题啊 早说过了 火金属不会给任何生产武器的公司 这会随时改变世界的进程 加速世界毁灭的速度 可那位爷却偏偏要把火金属 用在这方面 红姐 你替我给那位爷说句话 火金属是世界上最坚硬的金属 一旦应用到武器上 那就是不可摧毁 到时候可能就会有 更多的超级武器出现 一旦爆发冲突 世界就是毁灭 所以我一直都坚持 不会把火金属卖给武器公司 希望那位爷能够理解 红书秀却叹了口气说道 老人家知道 现在全世界的武器公司 都盯着你的火金属 他的意思是 绝对不能让自己人研发的东西 被外人拿去再反过来打自己人 所以 他也让我告诉你 这是不可商量的 我冷冷地眯了你眼睛 红姐你把我的话转达给那位爷 剩下的我会考虑的 大赵 我知道你很生气 如果是我说的算 那我肯定不会这么做 你也冷静点 好好的考虑考虑 电话挂断之后 我依旧是狠狠地咬了咬牙 我一定得想个法子 火金属是绝对不能进入武器领域的 也不能让那位爷继续地贪得无厌 永无止境地这样下去 想到这里 我就给农巷人打了个电话 约他晚上在会市见面 接着我又把赵年顺叫了进来 赵年顺经过上次后 也变得勤勤恳侃了 老赵 这次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要交给你去做 有没有信心做好 六宗 什么事情念智杰坟斧就好 我绝对没有儿化 我准备在香岛建造 总面几十万平米的药厂 跟医学院以及附属建筑 工程总投资为两亿 设计建筑用时一百三十天 你不仅要进行工程的建筑 也包括装修 这个活你有没有信心干好 赵年顺思索片刻后说道 没有问题 或我绝对给你赶漂亮 傍晚时分 我在会时接到了农巷人 在前往别墅的路上 我微笑地说道 农总 现在只能是请你出马了 我这边的压力 的确是有点大 农巷人非常严肃地说道 你的意思我明白 但是现在 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去阻止阎老爷子 我不过是管理部 下属企业的一个经理罢了 人情严微 你是真看得起我 我听出他的意思了 拒绝得越是干脆 开出的条件就越多越重 如果他真的是无能为力 就不能主动地提出来 会世面谈啊 事在人为 给我的印象 农总也是有法子的人 随便地指点我一二 就够我受用的了 你总不能看着世界毁灭吧 世界毁灭 有没有那么严重 一个金属物质而已 还能跟世界的命运 连接起来吗 就算是这样 也会有人尽力阻止的 你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总裁 难道还不明白一个道理 总是会有人 想方设法地 限制你的发展 他们恨不得 让你在这个世界消失 别说是你了 就算是阎老爷子都是这样 如果一个人 连限制都没有了 那还得了是不是 我是发自内心地笑了 农巷人的话 说得够直白了 那位阎老爷子 也有竞争对手 而这位竞争对手 就是限制他的人 并且这个人 跟农巷人也特别的熟悉 回到别墅后 我便笑道 农总 最近在研发什么呀 看你好像憔悴了不少 有没有我能帮你的 说白了 就是问他有啥条件 才肯帮忙 现在我跟我的老师 以及他的团队 在研发一种 特殊的科技技术 第三代动力装置 现在遇到了很多难题 始终都无法突破 500公里的长度 这个很叫人头疼 农巷人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压根没想过 我能在这方面帮助他 但是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这样的技术 我分分钟就能搞定 研发一个技术 总是需要时间的 慢慢来 这个技术 至少还得几年的时间 才能突破 那都是快的 高层给这个技术 投资了十个亿的研发资金 那是相当着急的了 需要好几年 农总你跟我开玩笑呢吧 不就是个动力装置吗 实际上我的研发团队 在去年就已经研发出 第三代的动力装置 不瞒您说 德国飞机制造厂 使用的二代发动机 都是我提供的 农巷人士猛然一惊 你没有跟我开玩笑 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觉得我会拿这个 跟你开玩笑吗 我是真心的想帮你 这样吧 我回公司去拿图纸 你先休息会 我跟你一起去 孟营集团会客室了 我把第三代的图纸 给了农巷人 越看 农巷人的脸色越是震惊 我的天 这是你的研发团队 设计的助推器 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物 能够研发出 如此叫人震惊的技术 我们研究了这么长时间 却连这技术的三分之一 都没有达到 我们在追求这个助推器 能够突破500公里的 技术瓶颈时 你的助推器 居然已经达到了2000公里 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助推器 也不过是美国的 1000公里助推器 这个技术足足领先的一倍 而且这些部件的设计 简直是太聪明了 农总不必如此激动 至于我的研发团队 那也是我的商业机密 不便跟你说 咱们现在就说 这个动力装置 从现在开始 这个动力装置 就是你农项人研发的 跟我们梦营集团 没有半点干系 我们虽然有实力研发 各种技术 但没有必要 把每个技术都握在手里 我想要的 就是没有任何阻碍的发展 完全是我自己 说的算的发展 农项人吃惊的眼睛眨都不眨 别的先不说 这个动力技术的价值 至少几十亿 越想农项人的手握得越紧 你的阻碍会消失的 这是你应得的奖励 这次你帮了我的大忙 我也会让你如愿以偿的 币都那边就交给我了 而这个技术 也交给我来安排就好